之前的集數太小了 所以由今集開始起 就會加一些旁白下來 其實今天是想帶大家去Coward Bridge 大家要在地鐵站London Bridge 先下車 一路走前的時候 就會經過這個地方 就是Haze Galleria 它是一個有些咖啡店 有些東西賣 其實上面是公寓和寫字樓 很複雜 其實走出去河那邊 你就會看到London Bridge 很多人去旅行的時候 經常在Instagram都會聽錯 其實London Bridge是這樣的 沒錯 就是這條平平無企的橋 就是叫做London Bridge 其實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拍的這條是Tower Bridge 是不同的 所以希望大家下次去旅行的時候 就不要放這個壺籠 沿著Tower Bridge這個方向一路走 就會走到這個 這個叫什麼呢 就是可以上去Tower Bridge參觀的入口 上到這裡也讓你再看看 這條橋真的叫Tower Bridge 是不是很長氣 話說Tower Bridge 又要升起一條橋 讓船過的時候 如果你想看的話 你就先去官網查一下 因為它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時間 那繼續走之後 終於來到這裡了 看到上面一格格的位置 其實就是玻璃底 在你上到上面看展覽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 會有玻璃底 讓你再看下來下面 所以如果你在上面參觀的時候 下面是起橋的話 我覺得也會蠻震撼的 但我那天去就做不適合時間 所以就看不到了 然後現在想展示給大家看的 就是這條縫 這條縫就是起橋的時候 分開的那個位置 但其實說真的 這麼大條橋怎麼升降 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 但是展覽有看 所以如果你去的時候 你就自己看一下 然後又是繼續走走走走 向前就會看到入口處 對 這裡才是入口 走回頭 對 我差點錯過了 最後進去 由於因為我已經在網絡上 已經訂了Ticket 我就可以直接衝進這條縫 去換我Ticket 那拿完票之後 當然又是要保安檢查的時候 檢查完之後 就會有電梯可以上去 但由於等得太久 又不是太久 我屁股痕 那就想試試走上去 話說這個牌寫著 是有206級 用7分鐘才可以走上去 那我就出發了 那我一路走 就一路繼續拍片 一路上自己 自然注意說話 但是又太小聲 又不可以讓你們聽 那所以呢 總之這樣 讓你們看 我就一路這樣走 走走走走 都不是覺得很累的 然後呢 突然之間 發現原來自己到了 但是呢 我就有點不信自己已經到了 因為呢 我走了兩分半鐘 但是就已經上到這裡 然後我就問過staff 原來我真的到了 我真的累了 好 那先說回正題 當你搭升降機 或者走路上來的時候 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就有條短片給你 告訴你 簡單地 towardbridge 是為什麼 怎樣設計 那之後呢 再走前呢 就有一部電視機 真的再仔細 告訴你 就是所有東西的原理 還有有多少工人去做這個橋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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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詳細 那一路向前走呢 就會 有些玻璃可以沒人出去 有些玻璃可以開了 那然後 再走前呢 就已經到玻璃底了 看看那小朋友多可愛 大家都會坐在地上 上影啦 上自拍啦 總之 其實原本我覺得有點髒 但我最後也有做 而在坐在自拍之前呢 我是做了一個自己 我說呢 如果覺得放上網 就是搞challenge的話 大家一定會叫我在玻璃底上面 跳幾下 所以我就自己跳了 就是這樣 跳啊跳 再跳啊跳 外面的人看著我 yeah 就是這樣了 我真的有躺下的 連這個潔癖的人也有躺下的時候 你去到哪裡 怎麼可以不躺下 自拍一下呢 這個就是打開了的窗戶 對 是小一點 但你也看到的 而在路 繼續向前走 都是tower bridge的information 我還看到些什麼 就是這部機 可以整理你的樣子 和tower bridge一起的郵票 繼續向前走 再轉個彎 就可以走到另一邊橋 其實原來這邊也有玻璃底 所以不用在那邊逼搶死 直接衝過來這邊 selfie吧 還有在上面無聊做什麼 就是上次 在馬路上面走 然後再向前走 就會看到其他英國的橋的information 走到盡頭之後 你需要回頭才可以有路下去 就是走樓梯 一路下去 下去之後 就會看到地上有填藍色線 一路跟著它 就可以走到 去engineer exhibition的那個房間 大家記得不要等門票 因為來到這裡 是要再check多一次 把門票才可以進到這裡 剛才跟過大家說 這裡就是engineer room exhibition的地方 那就不多說了 哈 你到時候退到自己看吧 哈 拜拜